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从国外论文看过 约5%到20%的新冠肺炎确诊者康复后 仍然有没味觉、头痛、咳嗽等症状 甚至还得承受被贴标签的巨大压力导致忧郁症 因此正规划台大医院台北荣总 北医及北市联医中心院区将开设长期追踪的特别门诊 从国外的论文也看过 确诊者有5%到20% 他过了4个礼拜身体还是不舒服 有的头痛、没有味觉 甚至一直咳嗽 甚至会健忘、忧郁症很多 事实上国外的文献是这样 目前在台湾的临床状况也开始有发现这个现象 我们最近有在跟医院商量 大概目前已经有三家医院愿意了 台大、北荣、北医 我们要成立这种新冠肺炎 这种长期追踪的门、特别门诊 那我们大概联合医院会预计要设在中心 所以那些确诊者 如果你在病好了以后 可是你还是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其实这些人还是要有一些症状治疗 甚至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要解决 包括忧郁症什么的 那这个我们会在台北市会开设特别门诊 给这些 这些叫做确诊者 那有一些长期的轻微的病化症的人 有一个治疗的地方 大概我们需要给市民更好的临床服务 这个我们大概在设 在规划 大概这几天应该会推出 不过目前还不确定 台湾这波疫情的确诊者 会有多少人有长期病发症 柯文哲说 如果病人数很多 将会开设更多的门诊 给这些确诊者更好的临床服务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